高雄的学生运动呢遍地开花包围全国各地的国民党党部 不过在台南发生了冲突 虽然静坐的学生不到50人 但是竟然有台联党籍的人士到现场放鞭炮轰炸台湾的模型 被学生跟警方驱离 而高雄市党部的学生则是大声喊口号 还有热心的送早餐啊太阳花啊 比较起来台北市党部就冷清不少了 但是各地一早就有游览车北上声援 高雄有三辆 而台中呢因为叫不到游览车只剩下一辆北上 学生包围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台联党籍人士确在一旁 拿着台湾模型放鞭炮轰炸 学生看不下去远景也赶快驱离 放鞭炮遭到驱离现场发生小冲突 因为总统马英九人第22号上午的台南行程取消 抗议人士转网市党部现场50名学生静坐 拒绝放鞭炮的激烈抗争 而在高雄市党部学生通宵静坐大喊口号 惠惠普号请 制定监控条例 制定监控条例 三十几名学生静坐一整晚 一早有热心民众送早餐报纸 以及满车的太阳花 回应学生的两项要求 那第二个就是协助台北 那能动员多少 我们就尽量能在高雄动员多少人 来包围国民党的一个党部 深远台北学生运动安静表达诉求 相较之下包围台北市党部不到十人 台东宜兰桃园人数也没有预期的多 反倒是北上深远游览车 一早陆续出发 原定是四十台游览车 然后中南部北上深远 我们都掉不到车 所以只有一台车 台中一大早就有学生集合 四十人一辆车 北上深远 高雄三辆车 由于叫不到游览车 从网路号召的人 原本中南部预定共有四十辆 最后只有十部车 学生反服冒 占领立法院抗议 遇到第一个周末假期 包围党部遍地开花 抗争持续进行 记者三双及高梦柔 SN小组 综合报道